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政彤在這裏 大力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 美國八大民軍組織 就已經駐紮在華盛頓附近 他們還說到 一定要滿足他們 心目中的三大訴求 他們才會罷首 否則的話 他們就會動員他們所有的力量 不論對手是警察也好 是軍人也好 他們都在所不惜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最新消息指到 美國那邊 有八個民軍組織 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行動 宣佈 要在1月16日和17日 美國時間 兵分三路 去到白宮 國會大樓 和最高法院大樓 表達他們的訴求 而大前提就是 他們是不會主動搞事 但是 如果他們一旦遇到任何阻止 不論是警察 又或者是 軍方那邊 都好 這時候 這八大民軍組織 就會視為宣戰行為 他們就會反擊 暫時據資料所得 這八大民軍組織 他們預計 動員超過 2萬人 分別就去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地方 但是 這個 只是之前 他們預定的目標 但是自從國會事件之後 由於激起他們的情緒 相信 受到號召的人 遠遠超過這個數目 整件事我們還看到一些 非常之內人尋味的地方 這八大民軍組織 一再強調 他們是不會主動這樣 但是如果遇到 有其他人對他們這樣的話 組織方面 就會當作正式的宣戰 會以戰時的交戰守則行事 熟悉軍事的格勢 我想你可不可以跟觀眾解釋一下 順便解釋給我聽 什麼叫交戰守則 其實很明顯 這八大民軍組織 他的組織成員有很強的軍方背景 我相信他們很多都是一些退役的軍人 因為說到交戰守則 要說就有時間說 裏面又列了很多 真正國與國之間交戰的時候 有些位是不能踩到 有些紅線他們是不能觸犯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說出這些術語呢 我相信這句說話 就等於一個暗號 就告訴美軍那邊 他們的決心是很強烈 亦都告訴他們 如果一旦 大家動手的話 你知道後果是會怎樣 所以 曾經參加軍的人 就會知道 這件事不是開玩笑 大家不要以為 那些所謂的退役軍人 就全部老逆逆 肥頭得意 大大份 其實軍人的生涯 不是很長 一般有些退役的軍人 其實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都是聖年 即是三十多歲 還是有氣有力 那不是我這麼大嗎 是呀 差不多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二十多歲就開始復役 那他的復役生涯 一般都不是很長 可能四年八年 就這樣就退役了 所以當時他們都是沙頭 你不要以為他們是肥頭得意的人 打得 因此這些退役的軍人 他們不甘心被投行致散 但正式的規矩 他們已經不能再復役了 所以每個人 心中都有團火 無處發洩 現在美國政府那邊 就知道這麼大件事 將會發生 這班人 全部都有工具 一般的警察 是應付不了他們 還要人數那麼多 所以 美國方面 就派出國民警衛軍 差不多 是去到一個C 即是一萬人左右 去應對這件事 不計原本 就已經在華盛頓的軍警 這一萬人是額外增加的 據資料所得 他們現在就開始暴震 嘗試阻止這班 所謂的八大民軍組織 而八大民軍 我們簡稱它做八大門派 他們有三個訴求 這次真是決一不可 第一個訴求 就是要保護特朗普 在白宮的安全 要留守到最後 第二個 捉了對家的民主黨 全部傳到法庭 第三個 還威脅到要關閉 所有對家的媒體 即是他的媒體 所任何 針對 特朗普 的言論 又或者針對他們 美國的言論 全部 都不准說 那真是跟我們香港的情況 有點像 跟那班 黑色的小黃人 那麼我們新潮民 亦都對八大民軍組織 就會做一個 詳細的介紹 我相信 各位觀眾 對這些事都很陌生 亦都沒有在媒體見過 甚至乎 很多KOL都沒有說過 我們在這裏說下 什麼八大民軍組織 首先大家注意到 我們叫他做什麼 民軍組織 因為大家知道 最近 我們youtube 敏感到非常 稍為說錯一個字 都會被禁片 大家都不想 是咯 就是這樣 我們昨天那條片 撩中了他們 某一些東西 波波 停了 沒得再看 所以 觀眾不要怪我們 太多代號 因為越撩中他們 心目中越不想被人知道的東西 就越容易被人 Bang 我要講講這個字 的原因 其實這個字 就是我們中文媒體 譯出來的 說什麼 他們是 人間的平民 自發性組成的 又加個兵字 又講到他們有組織 好像很official 其實根本就不是 喂 這個字根本就有問題 他們這幫人 早就已經 被這個聯邦錦衣衛 F錦衣衛 開了一個專責部門 定性了他們是對內的 客親人分子之一 即是這幫客親人分子 我們看到他們 都覺得很恐怖 大家明白嗎 明白嗎 即是說 不要因為 他們 有個這樣的字 又文字 又組織 又軍 說得好像他們 很正經很正常的人 但是他們 唯一跟 那些黃暴 搞事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全部 都是 工具發燒油 他們全部都想行工具 而他們做事是很盡 不是跟你打爛一下 搶一下 圈挖 那麼簡單 他們真的全部 剛才格仔也都介紹了一部份的人 有一部份是專業的 軍人 以及警察 有些退了營 有些甚至現在 還在接工作 去世界各地 做一些所謂的 part time 兵 那要解釋這八大門派 我主要分三部份來講 第一部份就是講最專業的 大家見到 在這個八大門派名單裏面 有一個叫 承諾的信守者 這班人 就是最專業的那班 這班人就曾經 在美國大選之前 兩個月 由九月開始 他們的會員人數 全國會員人數 急增了幾千人 令到這個聯邦 意味部門 大為緊張 馬上 要將他們定性為 這個 嚇死人組織之一 馬上要盯著他們 而 急增的這批會員 其實就為了對應 未來十一月的 美國大選的情況 而在美國大選 十一月的時候 他們亦都 分派了他們的會員 去這個 不同的州份 尤其是那些 打到火龍火落的 搖擺州 來監測住那些 這樣的票站 就是為了 不要等 拜登 他的馬 還有那些 骯髒的東西 不讓人投票 因為當時 他們還相信 特朗普一定是 最受歡迎 和最多人投票 所以他們要保護 這個投票 順帶一提 這八大民軍組織 他們說到要去白宮 國會大樓 和法院大樓的這件事 是上載了 在他們的八大民軍 組織的網頁上 不過 由於事件太嚴重了 這個網頁 已經迅速被美國 剷走了 比較專業的組織 還有 輕腳民軍組 輕腳民軍組 在美國很多州都有分陀 其實他主要 就是 我們新潛民之前的節目 都說過 其實他是 駕生同好會 那些人聚在一起 順便 這些駕生同好會 都有他們的宗旨 這樣 而組成 最後一個 大家要見到 賓迪牛場 賓迪牛場 是一個很特別的組織 話說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 美國的木場 牛場 他們是存在了很久的 他們因為這些土地的問題 就是擁有權 和他們可不可以使用權的問題 就和政府吵起 一吵就吵到 每個人都上了一輛 而由那個時候 就開始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特別眷顧 農民 那些木場 那些農民 那些 他們 亦都變成了 川普的狂熱粉絲 比較專業的 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本來都是 木場人 因為他們有很多人喜歡打獵 第二就是 有很多其他專業組織的人 都過去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支持 川普的人 所以這三藩 就是比較專業的那班 第二個系列 我就要講這個 瘋子系列 什麼瘋子系列 就不是 比較專業的軍人 不是比較專業的警察出身 他們是一班 種族 至上 和這個狂熱信徒系列 就例如說 川普哥自己都經常說的 驕傲仔 驕傲仔 其實是來自 我們美國最出色的 這個 K字英文字母 然後 重複寫了三次 這個組織 這班人是白人至上 他覺得全世界 所有種族都有問題 他們白人才是最優秀的 那這班組織裏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這些K字頭組織 存在在美國很久了 而很多裡面的大佬 其實正正也是 特朗普的當年的選舉經理 最出名的有一個人 叫大衛雕 這個大衛雕有一個電影 要講他 怕人家不知道 另一班 你看到那個名字很有趣 叫做 愛國的祈禱會 這個愛國祈禱會 這班人很有趣 他最喜歡 說話 來來去去 句子裡面 都要加一些 耶穌 聖經經文 感謝主 這些 可以說是他們 這些八大 民軍裡面的 宗教組織 但是他們的信仰 就是他們信基督教 但是他們覺得 他們美國本土 最原始的人 最保守派 才是真正的 信奉基督 的基督徒 他們覺得現在民主黨那邊全部都是信奉這個魔鬼撒旦的 他們 民主黨那邊說的所有什麼多種族主義啊 那些什麼思想開放啊 聖場開放的那些 那些全部是堕落來的 有民主黨一日美國就會堕落下去的 所以他們要 站起來 發動這個 神聖的鬥爭 來和他抗衡 而川普呢 就是 上天派下來 他們的救主來的 所以他對川普 是直接去到狂熱信徒的 來支持他 那還有一班呢 都是很專業的軍事 他們是半軍事訓練的 這班呢 就是 大家看到了 有個3% 這班3%呢 看名字就知道 他們呢 就覺得自己很特別 他們覺得自己呢 是這個世界裡面 唯一被挑選的人 所以我們只有3%那麼少 我們是 很Niche 和很被挑選的一種 我們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們做的都是對 其他人做的都是錯的 他們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 他們的訓練呢 比他們會員的訓練呢 就是 半軍事 當然啦 他們裡面呢 就除了半軍事的訓練之外呢 他們都聚集了很多 不是正統 軍警出身的 瘋子 那當然 其實呢 正統軍警出身的人 有些都會 進入這些會的 其實呢 北大門派呢 是只要你支持川普 你都可以 進入你最主要的會 不同的會 不同的宗旨 看你喜歡進入誰 雖然這樣說而已 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竟然看到有一個香港人 我相信他應該是超級 特朗普 還有我相信 這傢伙呢 之前在香港搞搞鎮 過了去 聲援特朗普 但是我知道呢 他的下場都幾慘 即是他本來就在香港 19年的時候 做這個黃暴的 是的 他就以為侵侵是他們大哥 就跑去聲援他 是啊 上了頭的 這個人呢 據我所知 我看到有少少故事而已 今天沒有空交代 因為如果要說太長的話呢 他好像的經歷都幾慘 被人排擠的 我只知道他敢進入那個圈子 很大鑊 那我們這些容後再說 我們先講主題 聽到這裏呢 聽到頭兩個系列 大家都知道不對勞 還有第3個系列 就 Mile 就是一些很老牌的會 就叫做例如 美國平民防衛力量組 美國緊急應對方案組 其實是一些很老牌 在美國存在了幾十年的一些組織 這些組織呢 就是 喜歡玩工 還有 就是工藝同好者進去 還有呢 他們就 都可以接受 其他種族的人進去 這些會好像聽起來好像正常很多 但其實不是 這些就等於 最老牌的工藝會 就他們是 在這個美國的工藝行業 工藝行業是美國的這個 很大的產業 他們是最大的支持者 所以 這群人全部放在一起 基本上呢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基本上是一件很大鑊的事來的 而他們還要 八大門派走出來 unite了 自己改了個名字給自己 開了會給自己 當然第一時間被人ban 那 這群人全部呢 不僅是極端支持共和黨 他們還是超級 親憤 沉迷在川普領導的美國裏面 這幾年他們覺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現在被民主黨當家的話 所有事情他們都會看不過眼 還有 就是這群人 正正就是在奧巴馬在任的八年裏面 最泣氣 最想去搞事的人 這群組織裏面 除了幾十年的組織之外 其實裏面有大部份的組織 他們的創立是什麽時候 141516 所以其實他們 剛剛創立的時候 其實沒什麽人 真正興起 其實就是16年之後 就是 特朗普上任之後 那為什麽會這樣呢 當然是有人幫他們發展 和泵水下去了 所謂養兵千日 就用在一招 現在這一招 就是那一招 對他們來說 所以他們這次 願意 豁出去 你這句說話就說得很對 因為我們香港人 其實對這個意識很薄弱 什麽叫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就是在關鍵的時刻 走來用 當然 因為我們香港 沒有什麽軍人的意識 所以 都沒得怪的 既然說到是用兵 兵當然是沒有了一條命 狂熱信徒 都是隨時想沒有了一條命 很光榮 是呀 種種的所有東西加起來 才可以令到那些人 去到這麽盡 可以有幾盡 都可以稍為和大家預測下 講一下 在特朗普他們最滿意的那幾年 這四年 他們平時沒什麼做 都是找些事情搞一下 這四年做過什麽呢 首先 這些專業人士系列 他們呢 曾經 在這個奧卡奧馬這個地方 拆動了那一宗大野 因為不滿意那時候的一些施政 整個大廈 那個這樣的 州議會 砰一聲 半面大廈 跌了下來 當時 在大廈裏面 其實是不分種族 有很多 那些官方的人在裏面 就導致了 百多個人 就不幸走了 這都好恐怖 這些對他們來說是平時應該做的功課來的 還有呢 例如說 上年 病情很嚴重 那有單很出名的 就在這個 Machigan 州裏面 Machigan 州那個 那個州長 就是一位女士來的 那他就 呼籲他在Machigan裏面的那些人 要他們做好這些防病措施 要開始管他們 那他們不受管 於是 當中八大門發有兩範一起 策劃了一宗 就想著怎樣包圍州議會 然後夾他回去 這樣 可惜最後事情就被聯邦錦衣衛 早一步收到情報 就停止了他們 那為什麼他們會敢做這樣的事情呢 原因 就是多得 特朗普在台上說了一句 你知道特朗普一直都唱反調 和病情 他只是說了 Machigan 那個州長 說了一句 那個女人說這些東西不用聽 其實那個女人做了他一下 那些人就這樣 那你看特朗普現在說了多少句話 大家再推一下 那接下來那些人會瘋成怎樣 大家就想到了 難怪他們那麼瘋 現在還有傳聞說到 特朗普如果下台的話 是會被起訴的 所以難怪他那些狂傑粉絲就說到 一定要保護特朗普 留在白宮 這個還是他們的第一個訴求 大家看表面 就看得到特朗普 開回這個推特之後 就說 這個國會事件 就不對的 大家要和平理性 和回家 和1月20日 我會乖乖地走 表面上就這樣說 但其實當然不是 知不知道 這八大門派 跟特朗普 是有直接關係 裡面八大門派 那些大佬全部都有親參的私人電話 經常在上面溝通 所以特朗普其實 一聲號令之下 他們全部都會做事 當然啦 不號令他們也都會做事 因為他們已經忍不住了 再加上 他們當中有一份子 被人拉低了 那位女士 就在空軍服役了十年 在這個 阿富汗泰斯泰 就 服役了很多個 Tour 的一位女性 在他們的世界 品行良好 但大家不知道 香港媒體也沒有報導 原來這位女性 是他們這個八大民軍 裡面的組織 裡面其中一個組織的大頭 為何沒有人說這些東西 當然沒有 她就是哪個組織 她就是八大民軍的其中一個 精神之柱 一個Q字頭的網站 這個Q字頭的網站 就是 對這八大民軍來講 的真新聞網 那是她這個網裡面 的一個召集人 即是等於他們的連登 可以這樣說 是他們的連登大佬 那就麻煩了 自己一份子 被人拉低了 本來不是開玩笑 還是大人物 所以他們 接下來 一定瘋了 發生這些事情 大家都覺得 很震驚 其實 可以說是 大家的 各方陣營的預料之一 因為其實 這個聯邦敢以為 早起這些事情發生之前 他們都知道會發生 不要說他們 我們新潮民 早起9月10月 我們都知道會發生 又留意了一些新聞 但是 好像我們香港的政府 有這些事發生之前 還是全部站在那裡 什麼都不知道 好像什麼 什麼都沒有 這裏交給艾力 來講講 指責你們幾句 阿成 不要說之前 就算之後 我們香港政府 都是沒有什麼做到的 我們在這裏講一下 美國國會 搞事運動發生了之後 跟我們香港立會 搞事發生了之後 兩地的政府 究竟做了什麼 首先 就是 Trump Trump 內閣官員 不似Trump Trump 發表這個言論 引導國會事件 以及國會被人 搞事之後 感到內疚 而引咎辭職 包括有兩個部長 和一個 參議院的領袖 而我們香港這邊 立會被人搞事完之後 是沒有一個官員走的 另外就是 主流社交媒體 Facebook IG 和Twitter 就因為特朗普 在這裏上面 公開發表這個言論 而直接把特朗普的帳戶 禁止 不讓他用 連總統都沒有面子 反觀我們香港 現在的黃人論壇 例如蓮登 TG群組 到今時今日 都還在我們香港運行 那些黃人到今時今日 都還可以自由出入 沒有黃管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實行地下化 一樣是沒有人理 而剛才我說到 美國的內閣官員 有三位持任 其中一個就是教育部部長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覺得 美國的教育 也出現了問題 反觀我們香港的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到今時今日 都不公開那些 犯了規的黃老師的名字 每單投訴的成功率 是低於10% 到最後我們香港 竟然 要阿爺出手 幫我們立條國安法 才得到現在的安寧 所以我們現界的政府 應該好好反思 再不然 我們香港的正常人 真的要期望 2022年的特首選舉 選出一個新的好特首 其實一個正常的地區 或者國家 他對威脅到自己國家安全 的情報 和策略 都有一班 非常之專業的團體 去做這些 但是眼見我們香港 在國安法成立之前 彷彿就像一個 無染雞籠 政府方面 完全對這件事忽略了 眼見事態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只要我們的警方 去獨力支撐這個場面 完全沒有任何支援 香港這些國際城市 修情報 和預防事情發生 應該要做得更加緊 因為可以說到 香港真的可以自由出入 什麼國家的人都可以來 其實搞事風險是很高的 我們接下來 看看美國方面 怎樣應對 我相信 他們的手法 應該非常刺激 大家等待好起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